每個人家中都一定會有個蒸鍋 不是大同電鍋就是非常大的蒸籠 蒸東西一不小心忘記就會乾燒 真的是非常的危險 因為最近開始認真減肥的關係 所以吃的食材不是用蒸的 就是用水煮的 自從用了CANDLE蒸鍋層之後 它可以非常簡單又方便的幫我做出健康的三餐 早餐的部分我會在前一天晚上 在鍋中放入雞蛋、地瓜或者是玉米 使用它非常方便的預約功能 一早起來我就有熱騰騰的早餐可以吃了 它也有防乾燒的設計 完全不用顧火 真的超方便 依照你設定不同的時間 不論你想吃哪一種熟做的蛋 就算是溏心蛋也可以完美的做出來 多層設計 你可以在上層同時放入罐裝牛奶 在這冷冷的天氣袋上一口暖呼呼的早餐 真的是太幸福 中午工作趕時間又懶得煮飯 我會吃一些現成的冷凍港式茶點 只要把它全部丟進去蒸煮 設定好時間 就可以知道完美的港式茶點 它整體的外觀都是透明的設計 所有的食材都看得清清楚楚 食材有沒有時候不需要再用拆的 你一看就可以知道 頂部的弧形設計 也可以讓水從蓋子的側邊流中 不會像傳統蒸鍋 頂部的食材都會濕大大的 再加上底部有積水盤的設計 可以將淨水以及污水完美的分離 不用害怕湯汁滴下去蒸出來的菜有奇怪的味道 晚餐你想吃的豐盛一點也可以用它來解決 省去了熱油爆炒吃起來會更健康之外 你也可以減少了很多洗碗盤的時間 多層蒸隔的設計可以讓你自由的搭配使用方式 可以單純使用最下層來製作火鍋或是燉煮湯品 上面可以同時放一層或兩層 可以達到下煮上蒸的功能 下面我煮一個蘿蔔灌碗湯 第二層的部分我放了幾道清蒸小碗菜 最上層我放了一道魚 備料完之後兩個人晚餐就可以輕輕鬆鬆的完成 底層的不沾鍋塗層也是非常好清洗 真的是很適合剛開始學習做菜的新手 或者是跟我一樣正在減肥的你 另外他除了料理之外 如果你家中有寶寶或者是小朋友的話 用來高溫殺菌奶嘴或奶瓶也是沒有問題的 詳細產品資訊我都放在底下資訊欄連結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幫我按讚、分享、訂閱 感謝你收看土耳廚房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咖啡 我們下道 咖啡